我是陈叶清,来自霹雳州班格岛,现即住在雪州巴达林 2005年,正式拜师学画,水彩,亚克力,油画,山水,水墨画等绘画媒介 2017年,在一个机缘巧合下,向指挥长学习画鸟水墨画 同时也加入了马来西亚美术家协会及女俗画家协会,并成为永久会员 我也积极地参与了由协会举办的各项活动与展览 如曾经到赤根庄器写生,那是两天一夜的活动 也跟随协会到沙拉瓦西部参与婆罗州文化节书画交流展 还有在马大画廊主题为百花齐范的书画展 我也多次参与了由女书画家协会举办的妇女节书画展 尤其难忘的是在马六甲正和多音仙艺术馆展出的横距书画展 2018年,有幸获得写作沙拉瓦画廊绘画比赛作品成功路线展出 2020年,作品获国家画廊线上展出 现在我要介绍两幅正在展出的油画 我的家乡及老爸的背影 邦格导师孕育我成长的摇篮 年少时,我便离乡背景到吉隆坡念书 工作,然后定居在大都市里 油脂对家乡思念的真挚情感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要用画笔来记录他的美 另一幅老爸的背影 我的父亲今年93岁了 他在班格岛住了大半辈子 他经常说班格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 有一次回乡,我陪他一起去看海 跟在他的身后,我望着他的背影 多难想起著名文学家朱志清的一篇文章 父亲的背影 朱志清用文字表示了 父亲对他的爱和他们之间的父子情 而我,想用绘画的方式记录父亲的晚年 这两幅画虽是不同的题材 却同时表现班格岛美丽的景致与一春风光 我采用蓝绿来呈现海洋的波浪与深度 海面的平静表达岛民们过的是平凡、朴素、宁静 又安稳的生活 这两幅作品是以写实的风格来呈现 也是我作为对家乡真实的记录 幽如永远烙印在心中的爱和美 词详统签 突然,感谢都非常有长时间 唯一 曲试 Gut